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奢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郭艾伦 郭艾伦在中国南南与澳大利亚的第二场比赛中 命中率是16中3,只拿到了6分5个篮板 总的来说,郭艾伦在这场比赛的状态并不好 因为他在有些球的处理手法上确实不尽合理 更多的是突出个人单打 怎么说呢,郭艾伦,这也是郭艾伦的特色吧 他是喜欢在联赛中单干 但是这毕竟是国际赛场 面对的是澳大利亚队 澳大利亚的身体素质各顶各的棒 所以郭艾伦有时候突破之后的上篮 经常会被两三个人分堵 这在CBA联赛中是不多见的 但是在国际赛场 郭艾伦的强突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并且郭艾伦今天的远头中远头也是非常的不理想 其实杜鹏知道一直在给郭艾伦证明自己的机会 但是今天的郭艾伦并没有带领球队 在最后一节打出一些非常好的表现 虽然说前三节我们和澳大利亚打拼 但是最后一节崩盘 当然这也不是郭艾伦个人自己的失误 自己的不足导致 这是全队的一个心态失衡和体力不支导致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郭艾伦在这场比赛中确实是打得有些莽撞 十六中三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数据 那么十六中八中十这还差不多 如果十六中八中十后面的场面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标子 总的来说呢 郭艾伦这些年在国家队也是起起伏伏 被人送郭一芬这个称号 也是对他的一个粉刺 但是呢我们看到郭艾伦真的是号称心特别强 在球场上一直非常努力 但是呢有时候确实在国家队层面上 他打球还是有一些态度 传球的合理性方面还是需要提高 但是今天呢所有的霍卫 基本上表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像胡明轩的命中也低 赵瑞也是非常的莽撞 然后呢还有徐杰 徐杰今天的灵性也没有 所以今天为什么中国蓝蓝会最终诉求 后卫线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所以呢我们也不能挂挂的十六中三 我们要看整个中国后卫线六名球员的表现 哎不管怎么说 中国蓝蓝的后卫还是需要提高的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